大家好,我是Gadget Guy的Vincent 雖然這部PlayStation 5到現在都很難買 我都算是首批的機主 但看回我的遊戲 除了Demon Soul之外,其他遊戲都有其他主機的版本 到了今天,終於都有一款PlayStation 5的獨佔遊戲可以試試 就是接下來會推出的Returnal 老實說,主角Sulene的造型就是畫公仔畫出場 一看就只是玩未來外太空 故事設定Sulene迫降落一個充滿異形怪獸的愛星星球 遊戲會在4月30日推出 現在傳媒就拿到完整版遊戲試玩 遊戲用了近年很流行的Rokelight玩法 就是關卡設計會隨機申請 另一個特點是技能或武器系統 有些會繼承,有些每次都要重頭來過 每次Game Over之後都好像要由頭來過 但又有些地方好像變強了 好,開遊戲之前要做一點設定先 見到音訊輸出這裡 我們正在用一個耳機來玩 PlayStation 5手掣插著耳機 因為這遊戲會用到PlayStation 5 3D音效的功能 一會就聽聽它有多3D 另外我去上下選的時候 已經感覺到PlayStation 5手掣插著 觸覺回饋式的震動 比起以前的手掣 PlayStation 5的震動的確是細緻很多 其實剛剛開遊戲已經感受到3D音效的威力 因為它是一個在森林裡的場景 你會聽到一些小鳥叫 還有一些踩地下的聲音 背部傳來噴射器的聲音 一些雨聲都在耳邊聽到 這遊戲沒有交代同伴發生過什麼事 一開始已經是主角一個人在探索 玩法很容易上手 好,只要跟著地圖 找到長方形的門走過去就可以了 找不到路也可以按R3按掃描下下一個目的地 開始了沒多久就會撿到手槍武器 嘩 哈哈 一按L2個L2的位置 有一點點阻力的 你會感覺到你是在撐著雞 按這個地圖的時候 又會感受到3D音效 它有些干擾的聲音 在你的耳邊傳過來 多有趣 不然我們繼續走 有什麼東西要去走 好,戰鬥 這個是有點像彈幕遊戲 我要避開的 避開一點 噢 噢 噢 是否叫過 輕鬆 跳去吧 玩樂的感覺都好像異形 星球上應該曾經有文明 亦充滿著異形怪獸 戰鬥部分除了要用槍械攻擊 亦都要用跳和噴射衝刺 就威力迴避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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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很強 喂 嘩 只剩一滴 我想這個是一定要我死的 是不是 在感受死亡的回復 對呀,不關我的事,一定要我死 一開始是會經常死的 但每次死完之後都會有些東西剩下 那就靠成長要素等 每次可以在迷宮更好 每次死完都會由太空船開始 迷宮路線都會重新生醒 武器是不會繼承的,每次都是由手槍開始 途中會撿到不同性能的槍 卡賓槍的連射和射程都不錯 而爆破槍就類似散彈武器,越近威力就越大 撿到這些黃色的晶體其實就是遊戲中的錢 跟現實人生一樣,死了之後都留不下 每次攻略找到商店都要想怎樣活用錢 我今次就選了買回復道具,可以按L1使用 另一種稱為以太的資源就是永久的 死了之後都可以保留 另外太空衣裝甲拿到的特殊能力也都可以保留 不怕你吧 不過是音效是做得不錯的 這裏有個回復這個... 嘩嘩嘩! 嘩! 看不到什麼射我 外太空星球真是幾危險 一個不留神就會死 但不斷死亦都是Rogelite Game的魅力 每次游玩都會有新體驗 Rogelite Game多數都是會用平面動作的玩法 可能是因為要隨機申請關卡 立體射擊的遊戲就比較少見了 以試玩4個小時的體驗來說 Returnal的內容都算豐富 尤其現在的Open World Game實在太多太多 這類動作遊戲玩起來更加覺得容易上手和爽快 作為PS5的遊戲 亦活用了3D音效和手制震動的功能 畫面和動作元素算是中規中矩 如果講到缺點的話 可能是主角實在太沒特色 但亦都算近期值得一玩的遊戲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鐺